大家好,又是大鄉里出省城 去這個東沖站的途中 就發現一個比較大的地盤 很大的 其實都很久沒見過這麼大的發展項目 好奇,上網看看資料 無論報導或者政府的文件 都顯示這個應該是東沖東的新抗展項目 它主要就是一個新的社區 裡面當然有些不同的社區設施 也都會有這個東沖延線或者支線的 未來可能就更加熱鬧了 開始我都以為是機場三跑 七八十年代的全灣沙田 八九十年代的屯門、元朗和上水、新市鎮 很久都沒有這個新市鎮 大嶼山這個東沖項目其實都相對是新一些的 現有的東沖其實應該是二千年左右附近 預計就2030年就落成 可能未來大家會看到不一樣的大嶼山 這條片其實就用了慢鏡的 所以你看到那個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正常可能就幾十秒 很快就經過了 這個就是在大澳等車出這個東沖市區的11號巴士 都要等雖然那些車都幾密 但是都要等可能兩三巴仙至上到車 還不錯 如果我們在中間也要不著 這邊有很多速度做的 也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在下午的路線 下午的路線 還有自下午的路線 中間就跟著旁邊 下午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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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